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就要講講究竟是哪個議員 有去搞林泰 現在這個議題當然是圍繞著 林泰在金鐘太古廣場的辦公室 上年花了1350萬左右 裝修佔了655萬 新聞黨的立法會議員西門子敬今天質疑 前特首辦以什麼機制得出 需要在金鐘租用甲級寫字樓 又質疑為什麼2900平方尺的寫字樓 要用大筆公帑去裝修 是不是浪費納稅人的款項 又是搞林泰 西門子真是不得了 不過不要緊 行政署長盧世雄怎麼說呢 運作開支主要是員工薪酬 以及一般部門開支 因為本身位於香港島中環半山區 堅尼地道28號前特首辦 已經有三位前特首使用 在一個一級的歷史建築 改用的彈性少 一定要領域地區設置新辦公室 考慮交通便利保安這些因素之後 沒有政府的物業可以用的了 行政署長盧世雄又說 這個太古廣場是適合的安排 裝修費用 跟前特首辦公室的規格相約 保安要求較高 而費用也較高 事前已經諮詢了建築署了 認為是可接受的水平 整件事其實我也要說 沒事的了 不過他又要搞這些事情 極端屁屁要打針 就說西門子是千年難得一見的奇才 這個是 可以說是衰格人渣中的人渣 即是他是衰格到不得了的 這個人是 即是你見到他 其實已經覺得他格衰的 當然你說 那你有仇恨言論 他做的事情也是衰格的 這個人是 為什麼我說他做的事情也是衰格呢 其實你用一個客觀的標準去看就知道了 那個中環半山區堅尼地道28號那裡 其實那裡 我還是要說一下 根本就容納不了多一個前特首 那麼前特首是不是不用做事 對不起 林太他做了前特首之後 他每天都有一件事 最少平均是 即是都是繼續做事的 不是沒有工作的 你要知道 我不是說要找一些仇恨點 但是這個西門子他已經是找了一些仇恨點 他就說別人 即是寫字樓要用大筆公帑去裝修 是不是浪費了垃圾人錢 其實西門子他的任期裡面 他收政府 我保守估計 他用政府的資源加上他收的人工 他也是收過千萬的 他也是 說真的 是不是物有所值 市民心裡面一定有尺 喂 就是他是不是一個做事適合的人 就是這個西門子 是不是一個得行 配他為的人 大家可以有一個判斷 那麼Edward Leung就說 質疑林太太 我也會質疑政棍 為什麼 這麼高工資 又不用做 其實他們是 是的 那麼Tim哥HK 要不叫董伯伯榮休 不要霸佔辦公室 但是董先生 其實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在醫院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要出來做些事情 其實他也會的 其實現實是 七彩賴尿蝦就說 養西門還浪費錢 那麼 周蕭是投過他票的人 現在少他露尾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 如果有當然好 潘克克就說 垃圾局議員更加浪費社會資源 我認為是的 Nivoli就說 四個前特首 最抵比 應該是給錢林太太的 最勤力做公務 我也認為是 我也認為是 極端屁屁要打針 就說 政府應該請了他 落費納稅人的錢 應該是講講西門 他應該是 其實錢已經批了 以及已經做了 還有一件事 現在已經裝修了 說真的 你要去質疑 你是不是可以立即還原 然後收回裝修的錢呢? 我們告訴你 西門這傢伙 為什麼是衰革呢? 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找不到新的仇恨點 他們那幫人 之前 他們做什麼 他們就搞 中大校長 但是中大校長就搞不起 繼續做中大校長 段爺就繼續做中大校長了 好了 接著就搞另一個仇恨點 姓氏提反學校 應該是女子中學 那家應該叫做 姓氏提反女子中學 又去搞人 接著結果 就是自己炒車不僅 還要是一面屁 好了 現在沒辦法 終於要找出一個舊的仇恨點 一個舊的仇恨點就是林鄭月娥 有這個舊的仇恨點 那就搞一下吧 沒所謂吧 但是 他這樣搞 是沒有道理的 為什麼呢? 租那裡已經簽了租藥 對不對? 就是金鐘那裡的租藥已經簽了 你可不可以政府退出來 然後 太古給回一些錢 政府 根本是不可能的 好了 已經裝修了 裝修了 用了655萬裝修 本來想起碼用了5年到10年 到5年到10年 董先生可能都走了 那裡就退出一個位置 那林太就可以進去 對不對? 那麼 如果裝修是5年 其實 你說是不是很多錢 我就說 其實也不是很多錢 那些公屋戶 去裝修都花了幾十萬 我不是開玩笑的 這些公屋戶是自己說的 如果公屋戶 他們自己裝修都花了幾十萬 那麼 林太她花了這個錢 你預算了一件事就是要見人 你香港前特首 你也是有公職在身的 你會見不同地方來的人 你可不可以辦公室好含酸 其實是不行的 對不對? 啊 好了 那麼 Ticky Wong就說 只是沙田條大沖橋樓單 已經是民怨有時間計 其實他們 那些建議呢 我那時候已經講過了 運輸署照做自己拿來衰的 但是運輸署當然 他們 他們那幫人 當然是覺得 算了 政治正確 有個西門子 這些KOL 算了 買他怕 那麼有部分人一定守不住那個 就是 我認為是 Technical Excellence 就是守不住那個 技術 或者守不住那個 專業 操守 一定是有人守不住的 而且守不住的人 通常都是能幹得起的 就是我給大家講的現實 就是為什麼守不住的人 是能幹得起的呢 他就是肯和別人圍圍圍的 這個現實就是 就是肯和別人圍圍圍的 他肯和別人圍圍圍 他當然是有朋友的 有朋友 他們有一群人成了一輩子 那就繼續圍圍圍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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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虎就說 玩五年的簡約屋都281億 濕濕碎 其實 西門子 其實 根本他在做的事情 純粹是挑仇恨的 純粹是挑仇恨的 哈哈哈哈 純粹是挑仇恨的 那你說 運輸署那裡 是不是有些人做的事情是不太妥的 從一個技術的角度來講 我認為是有些不妥的 就是你聽西門子那些人老點 你就跟著他做 那你就會出事了 哈哈哈哈 當然會出事了 其實是 Mark Wong說 背仔燈沒有問題 是一條盲目 不會看燈出意外 其實 他們那些人經常說 背仔燈有問題 其他地方又沒有事 只是那裡有事 有些事情 說真的 你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現在 林太用 六百五十五萬 他要見人 你要記住 他不是 辦公室是 不用見人的 如果辦公室是不用見人 他不是真的用的 你用六百五十五萬裝修 真的比較貴了 但是不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何理玉就說 隨時是現時特首要退位 都會去太古廣場 就是這樣 其實你現在預算的 其實董先生 起碼都要 坐在前特首辦公室 多坐五至十年 因為 董先生他不會這麼快走的 我也要說 他那個人 就是董先生 看起來就沒有這麼短命的 就是我認為 所以 堅離地道那裡 都是 董先生 就是說他霸了一張桌子也好 他佔了一張桌子也好 其實都是要佔著的 但是你想想五年之後 很有可能 又有另一個特首出來的 這個現實就是 就是我說過真話而已 五年之後又有一個前特首 都不用五年了 現在都沒有五年了 四年多之後又有一個新的前特首 是不是? 那你自己想想 其實是不是真的要租太古廣場呢? 其實事實上你也是要租太古廣場的 現實就是 那我講到這裡 其實大家都很有怨言 就是對西門寺 因為西門寺他做的事情 其實真的很衰假 其實就是 是衰到不得了的 輝日人類命共同體就說 林太太辛苦過班政棍很多 差不多每天都要見客人 身體力行真正說好香港故事 他是這樣的 他是這樣的 那麼 那麼 WSN說其他人弄不出聲 那麼 我也要講 就是 西門寺 其實他把那些仇恨 轉移到前特首那裡 其實就是 他專門這樣做 這個是很可恥的人 那麼 林太太是要繼續代表香港特區政府 要一定體面和規格的裝修 不可以失禮 裝修六百多萬很正常 我也認為是 而且那個地方也挺大 你要想一下他是二千九百多尺 如果以赤價來算 我也要講 他的裝修的錢可能 比一些公屋便宜 就是有些公屋戶 我不是要把仇恨點移到公屋戶 那些公屋戶自己說 拿幾十萬去裝修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有些人是自己說出來的 有些人是 就是連門都拆了 好了 就是 讚先生說 建造前特首辦公樓 那麼香港不是那麼容易 建造一個新的政府大樓 就可以建造的 就是香港本身 不是一個可以隨便建造政府大樓的地方 現實就是 收權兩人說 不如叫垃圾局 搬去沙嶺公養的位置出來 其實這件事是很建議的 收權兩人 我同意你的建議 因為 之前有些立法會議員 他說沙嶺是黃金地段 尤其是新聞黨那些 他說沙嶺是黃金地段 沙嶺是黃金地段 你黃金地段 不如立法會就搬去沙嶺 是不是 哈哈哈 反正都是黃金地段 為何立法會議員不搬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那 我也要說 就是 WSS 他留言說 正常上了公屋 想著住一輩子就做好一點 其實我也覺得沒所謂 其實他們喜歡怎樣就怎樣 對不對 我又不是說要挑仇恨 一定要說清楚 那麼 山佩嶺說 公屋200呎都要50萬裝修 有些人是這樣的 事實上這些數目 大家都聽過 我不是挑起仇恨的 事實上也是這樣的 哈哈哈 事實上也是這樣的 哈哈哈 那麼 那麼 WSS就搬去大灣區 那麼 他們當然叫人搬去大灣區 自己不搬去大灣區 現在的操作就是 很多時候你看到一些人 噢你去大灣區吧 那麼 那麼實際上就是 叫所有人去大灣區 就是除了自己之外 哈哈哈哈 這個真是好笑 那麼 那麼 強姓就說 陳克勤那個混蛋 為什麼陳克勤混蛋 陳克勤好像沒有說 沒有搞林太 好像西門子搞而已 陳克勤為什麼混蛋 我想問一下陳克勤為什麼混蛋 陳克勤 陳克勤有時候也是有點壞事 但是你說 他有沒有這樣挑仇恨 去搞林太 好像他沒有 這個真的 我不敢說他有沒有 就是 看起來沒有 應該這麼說 哈哈哈 就是說 你說他有什麼壞事 我不知道 你說 他 有沒有說一些有趣事 近來的 我是沒有留意的 就是陳克勤 哈哈哈 那麼 輝日日女命的共同體 就是搬去明日大嶼 就過癮了 我不知道會怎麼樣 這個我也不知道 說到這裏 其實 差不多 本來也不想說林太這件事 林太這件事 我認為有很多人都是挑仇恨 現在沒有仇恨是怎樣的 強行找些東西來挑仇恨 其實就是 來到這裏休息一會 我再說一個話題 就結束了這節目 休息一會 我再說一次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